来了,美国加德圣玛丽国际学校,正好赶上孩子们放学,貌似跑出去的都是亚洲面孔 这所学校研习美国本部的教学模式,为3至18岁学生提供严谨及创新学习方式 这所学校目前有大概来自8个国家的170名学生,其中60%是中国孩子 大概有40名老师,其中8个是本地人,但是主要是教妇科,美术,体育,音乐 其他32名老师全部来自于欧美 这所学校18年8月投入使用,可容纳3000名学生 学校内的设施有诊所,游乐场,剧院,瑜伽室,舞蹈室,图书馆,实验室,健身房,足球场,游泳池 反正你能想到的都有,这所学校在美国已经有160年的历史了 2016年全美寄宿制学校中排名第8位 你看看人家这大礼堂,我以为进了电影院了呢 这所学校也提供寄宿服务,这个图书馆里的图书就有点略显寒酸了 得了,今儿就先聊到这儿吧 学费的问题人给了我一张表格,我不知道扔哪去了 你们自个上网看看吧